你听过干尸喝完母乳后死而复生的吗? 小美是位舞蹈家,也是一名单亲妈妈。 最近工作上遇到了瓶颈期, 便带着孩子回到乡下准备居住一段时间,寻求灵感。 他们的突然到来引起了邻居大叔的注意, 邻居大叔便来窜门联络关系, 可小美也是毫不静暗, 直接在邻居大叔面前喂起了奶。 邻居大叔见创,也不好久待便离开。 小美的到来好像是邻居大叔迎来的神秘的第二春一样。 邻居大叔常常偷看小美跳舞。 此日,小美带着孩子来到树林玩耍, 一不留神,孩子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个像怪物一样的东西, 形状又像蝙蝠又像神。 好奇的小美便拿着干尸去找邻居大叔, 问这是什么东西。 邻居大叔便说,这不就是蝙蝠的尸体? 晚上,小美在为孩子母乳时, 突然想到,下午的蝙蝠尸体还在厨房里, 想到这些,小美连忙起身, 嫌弃地把干尸扔进了垃圾桶里。 可离开时,不小心打翻了母乳, 只见垃圾桶里的干尸好像在不停吸收母乳。 此日,小美带着孩子在院里玩, 情不自禁地跳起了火, 丝毫没有发现孩子的异样, 只见孩子表情变得越来越惊恐。 原来,小美因跳舞太投入, 殊不知身后有只怪物在盯着她, 只见她离小美越来越近, 宝宝突然哭了起来, 小美赶紧前来抱孩子, 这才使小美逃过一劫。 赶来的小美发现宝宝的奶瓶不见了, 便去冰箱里给宝宝拿母乳喂给孩子, 可突然发现, 冰箱里她提前备好的母乳全都不见了, 母乳怎么可能会不翼而飞呢? 小美想了半天, 怀疑自己可能记错了, 毕竟母乳应该也不会有人偷吧。 傍晚,小美又跳起了舞, 可她殊不知, 屋外有个怪物在偷看着她, 还模仿她跳起舞来。 夜里, 准备睡见的小美突然听见了奇怪的声音, 便连忙打开手电筒查看,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后, 便看了眼身边的宝宝。 突然, 奇怪的声音再次传来, 小美定睛一看, 一只怪物躲在门口偷看, 吓得小美一个机灵, 赶紧抱着孩子出了家门, 赶紧跑到了船上, 准备启动发动机。 可是回头一看, 宝宝不见了, 此时, 小美为了孩子也不管不顾了, 直接回到屋里, 拿起了斧头跑进了树林里。 此时的她没有半点害怕, 只顾着寻找孩子。 终于, 在一个用树枝围成的笼子里找到了孩子, 笼子周围还散漏了好多奶瓶, 怪物竟然喜欢喝母乳, 这也是第一回见。 小美连忙用斧头将笼子砍破, 救出了孩子。 可是准备离开时, 怪物却回来了, 恶恶狠地盯着两人。 小美以为, 自己就要命丧于此时, 邻居大叔听见动静赶来此, 一枪吓跑了怪物。 大叔谨慎地朝怪物的方向走去, 可能是年龄大的缘故不太灵活, 便被怪物一爪抹了脖子, 然后成为了怪物的口石。 小美便趁机逃跑, 可没跑两步, 怪物就拦截了它们。 此时, 小美突然注意到了怪物手中的奶瓶, 便突然想到这是一个爱喝奶的怪物。 小美便解开衣服衣扣, 趁怪物正在大口喝奶时, 掏出鹿角解决了它的生命。 天亮之后, 小美便带着宝宝离开了这个噩梦的地方。 此部电影展现了维母则刚的特点, 妈妈为了孩子, 什么都愿意做, 什么都不怕。 这部电影沉迷到这儿呢, 也就结束了, 喜欢的呢, 可以去观看原片。